這件事是在往府一頭的世界 有四個多時間主題的表演 對場上方海政方 成馬國中投 陳凡方 加盟馬亦中水 現在兩個介紹三個年齡 政方主委 和英雄 政方第一部議員 劉一劉元柳 政方第一部議員 劉一劉劉 政方第一部議員 劉馬仙 政方第一部議員 劉一劉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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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主任 劉一劉勉 劉一劉劉 法官第一部議員 張綺桓 法官第二部議員 劉一劉 法官議員 劉一劉劉 法官議員 劉一劉劉 劉一劉劉 他們分別是 香港助理大學的前院員 袁玲基先生 世界有學校自民舉教練 其中大院員 資深圈圓人 王菲基先生 法上女學院的前院員 王菲林先生 本場比賽分主面 封面1、5、2 自由片兩級主面共六個環節 法律時間在4、3、3、4 封面周圍會放2分鐘 自由片在周圍會放3分鐘 以此法律時間的出前30秒 就有叮量在提示 到中則有叮量在提示 1、4、3、5、3 千時10秒1、5、2 1、1 詳細蔡輝之前 由這段落語 如果不放3、3 請問相關有沒有問題 好的話 現在請請正常 請就在2、4、4 時間 謝謝 主席 評判 載到各位 大家好 世界盃在韓世界級的足球勝出 由國際足球協會每四年舉辦一次 根據國際足球總會資料顯示 2014年在巴西舉辦的世界盃 全球入超過32億人本項賽事直播 而在1998年法國世界盃 香港政府亦曾經買入世界盃的直播權 再交由無線電視台演快播放64場賽事 但接下来 無論南非 巴西 還是今屆俄羅斯 世界盃的直播權都成為了私營電視台的磁中物 演變成商家謀利的手段 其實世界盃熱潮不應該只是檀花一眼 政府應該把握體機 令到世界盃成為促進在檀發展的吹發劑 模仿唱耳 港府應該是公營電視 港台電視入面建立一條新的體育龐島 專門方向體育資訊或者體育賽事 以世界盃作為首要賣業及人目光 而扣入世界盃直播權的方式 就可以參考澳洲例子 政府擁有優先權 購買直播權 而審視電題就要審視港府 扣有世界盃直播權 能否減輕得到市民的負擔 欣賞球賽的負擔 以及促進體坦發展 我方能念有二 第一 阻止惡性競爭 避免成本轉移 世界盃每一年的直播快按年上升 從2014年巴西世界盃的3億 去到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的4億 私營電視台當然希望能順利買入直播權 賺取負後的利潤 所以每一次都會抬高競爭的價格 增加買入及賺錢的機會 但是消費者就會成為被壓債的對象 每一屆競爭的價格不斷上漲 每次收睇直播的市民就要給更多錢 2014年無線電視台直播 巴西世界盃費用為150元 但是今屆的NOW TV直播竟然收880元 價錢足足飆升了6倍 支支開啟64場賽事 當港庫城谷投得直播權 就可以免費直播世界盃給市民觀看 避免收費電視台鋒奪並且抬高價格 連無線行政總裁李寶安都指出 既然要服務大眾 你應由政府出手 買下世界盃的直播權 放在它的公營電視台官方 市民亦都自然能夠避免遭到成本的轉移 第二 世界盃先聲奪人 為頻道打向投票 香港發展到現在 還未有一條專屬的體育貧道 社會各界亦都沒有熱落力去體育發展 前特首蘭鎮英曾經說過 體育沒有經濟貢獻 在2016年更加將 香港僅僅一年的 建設足球隊訓練中心 收回的興建公屋 無線電視台平放體育世界 賣KVSUPER更加將體育台下架 可見香港社會對體育的關注一直不高 當港府扣入世界盃的直播權之後 就可以放在新設的體育頻道免費播放 世界盃作為桌球 必然能夠吸引到市民關注頻道 以內地為例 根據2014年全球上升頻道收市的排行榜 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免費播放花西世界盃賽事 令到收市排名躍升至第一名 主要賽事直播時段一邊 4點鐘至6點鐘的收市率更加上升了30倍 可見世界盃可以吸引市民觀看 作為推動體育頻道的新起點 長遠而言 體育頻道亦可以令到市民更加溫心體壇去向 蓄上體壇發展 總括而言 政府扣入了世界盃的直播之後 一方面能夠阻止商家之間的惡性競爭 保障市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亦可以訓練體育頻道 促進體壇發展 因此因為這麽議題絕答應 多謝各位 主席評判 各位 大家好 世界盃吸引 世界盃是世界盃是世界盃的足球體壇性是 我方都不投影 但今天有方政策面題 就不是助港府的一個色定位 其實要衡量面題 就要視乎港府投入直播權 是否符合政府在運用公堂 和推動國可以反映上的兩個角色 今天我方反對面題 原因有二 第一 公堂運用不當 剛才有方跟我說 它是一個體坦性質 再推放體育頻道 其實總共想做到是推放體育 但今天不論是經濟事務委員會 還是審計處都指 政府運用公堂是要確保用不其所 物有所值 防止浪費納盛的一分一號 而以此根據世界區廣播標書規定 成功鏡頭到直播權的電視台 必須免費播放一定長數的賽事 給市民觀賞 所以今天討論面題的是 我們需要探討 免費直播了全部世界區之後 能否做到有方所講 令市民關注體壇 做到推廣體育的發展功用 其實今天衡量足球是否得以發展 體育是否得以發展 根據民政事務局 香港足球的發展報告 就應該看看球會的數目 本地足球賽事的平均入場人數等等 有沒有上升 如果有方法 今天要以世界區為一個次人 令到體育得以發展 至少本地觀賞賽事的人數 應該有所上升 但現況是 看世界區和推動足球 推動體育的根本 就沒有必然關係 10年5月至18年5月期間 總共有兩次世界區 但8年來觀賞人數 每年都是約1,000人 一時年8星世界區後 人數更加不勝等 第二 如果有方法世界區 可以一個次人來推廣足球 推廣體育 有方人如何解釋上述數字呢 既然現時看世界區 和推廣足球的關係不大 有方將免費購賞的場數 增加至到14場 港幅可以令市民更加吸引 但根本就不能收到推廣的效率的時候 又如何控告公共是不得其所呢 第二 香港一向被譽為區內最開放自由的廣播市場之一 通信事務管理局指 政府的角色是要營造公平有利的廣播業營商環境 讓不同的廣播公司發揮特點 提供優質服務 剛才有方的處理和網行講到 今天世界區是一個營利的手段 但有方同學 今天世界區本身是一個商業元素 有方說它是一個營利的手段 是否事實呢 今天有方要講到 還有世界區直播權 令其他的電視台無法鏡頭 根本就無法做到廣播業的行為 根本就沒有公平有利可言 港幅合物直播權的舉動 超越了電視台的競爭空間 和提升質素的可能性 這樣卻單止阻礙了廣播市場的發展 最終受選的倒皮觀眾 何況一旦開了新例 是否以後的大連國際性賽事 政府都要接受推廣直播權呢 最後只會造成政府角色不當 廣播市場發展受了 市民利益受選的三選狗變 有方轉變講得很好聽 他們美情人就說是愈合惡性競爭 但為何有競爭就是惡性呢 我方已經講過了 今天世界區本身就是一個商業元素 這些不是營商的手段 它本身就是商業元素 何為手段可以呢 其實不同的廣播公司 各有策略和目標 這些是他們自己的商業選擇 有方說到第一 他們最擔心的就是 我們會看貴購 我方就非常質疑 如果電視台定價太高的話 又怎會有市民購買服務呢 例如自負責集團一個 有關電視網報的報告指 廣告商投票電視廣告的時候 最重要的因素是廣告 能不能夠賤給大量的觀眾 如果電視台定價太高 到時觀眾少了 廣告收益機會隨之減少 最終受選的都是電視台 市民在這個情況之下 電視台恆量收益之後 為何公司有方所說 為何報告的價格 令自己得不償實呢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港府靠買世界盃的直播權 如何不會遭遇到廣告市場的發展呢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接近兩分鐘 挺好 請問有方同學 有沒有分別的地方 請問 portal 香港記 duct 事件 可能收費這麼貴,為什麼市民還不去買? 我想問有一個問題,現在市民只有一種選擇 可以去看,如果要看世界分析所行,值得一種選擇? 現在看世界分析是否停替,世界分析是有19場年齡賽事 但是只有一種選擇,你只可以在ViuTV看那個19場賽事,是否是? 我封建到,為什麼?我封建到選擇的方法 現在是否只有一種選擇,我們只能打開電線 就可以在ViuTV看這19場年齡賽事? 如果你要看世界分析不同的資訊,你可以在報紙看,你可以在網上看 我以為此,我封建了,若然我們要看直播的話 我們只得一種選擇,只能在ViuTV看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麼貴也好 當然,如果市民看完全部綠售四場的話 我們當然只得一種選擇,可以去買 就算多貴也好,市民都一樣的負擔 其次,再問我方圖,我方圖第一位來講 覺得如果買直播的話,會令公共運用不當 想問方圖,什麼叫永實認所? 是否有所值和運用得來? 那為何買完這個直播呢? 你以為推動體群,或是怎樣 我方圖都認得其所,又不值得呢? 我方圖看到,今天買世界分析 的直播權不同於直接推動物資訊 是,我方圖明白,今天直接看完 未必可以即時推動得到 但我們今天講的是一個體育頻道的問題 我方圖請你回答我的體育頻道的問題 若然世界分析可以放在這個體育頻道 做一個影響,是否可以找到視頻的關注呢? 其實永豐今天已經轉移了, 只要是永豐已經承認了 永豐,你只要答我,世界分析 是否可以做一個影響如何呢? 我方圖見不到,為何世界分析 為何世界分析一定要由我方圖投入 我方圖設計一 bit 太多公開會! 其實聯想的委員會,公開枕是對方公開 你根本主言 對方公開枕的是對方公開枕的人 以前正正是試過扣入一個世界科技科研 請問一下 198多年 有份同學舉出198多年來展大概是30年前 有份同學之後就已經去到由私營電視台去自己鏡頭 有份同學我們見到由無線鏡頭去到無線和阿士自己鏡頭 去到有線鏡頭NOW TV去鏡頭 有份同學我們現在已經去到一個私營的鏡頭模式 有份同學認為有甚麼迷處 現時私營鏡頭的幣處正正在於 他們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投入一個直播權 之後他們就會抬高自己放置的價錢 好 理由方同學講出重點 他說就是要抬高價錢 即是現在進入有份同學的第一點 理由方同學說現在的市場是一個惡性競爭的市場 有方同學我想問你惡性是怎樣定性的 惡性競爭的造成就是因為我剛才說 他們為了自己可以投入這個直播權 所以自己就會抬高自己去買的價錢 有方同學我想問你鏡頭的世界裏面 價高者得是否錯 價高者得就算是一個正常的運動 即是沒有原來價高者得的時候 價錢已經高到它一個要將它 甚麼地步 高到甚麼地步 高到原來以前我們以前去買這個 有方同學其實有通脹的 價錢會升 有方同學說出甚麼是過渡 但原來我們見到以前 我們對比起以前 原來價錢是過了7倍的時候 7倍其實不是 有方同學其實我們見到它的訂購的價錢 都貴了7倍 我想問有方同學究竟你的成本轉移 裡面的內容是甚麼呢 今天市民要看完64場的賽事 他們要付錢究竟有甚麼問題呢 有方同學舉出任何的權威作證呢 原來他們支持了去看 多謝各位 現在方便的環節結束 令到正常地人的狼狼 有3分鐘的時間 1月1日 1月1日 1月2日 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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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來早上是我們會問 有方自己的問題 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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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日 1月1日 1日 開創了一個私禮的時候 那以往再之後呢 如果政府還有甚麼比賽 是不是都要買一些直播權 但是我發現原來 我方向南強正是看到 原來私營的電視團 如果出現了惡性競爭的話 在其他的體育城市上面 都出現了這個惡性競爭的話呢 政府亦都需要做這個適當的幫助 去購買一個直播權 去保障市民 所以想問一下 現在哪一個體壇的比賽 是出現了這個惡性競爭的時候 是需要政府去出手干預的呢 於是有房子就跟我們說 那甚麼才叫做我性競爭呢 我方見到的是 原來我方已經重新過了 我性競爭就是在於 大家抬高自己的價值之後 最終禍害到市民 於是有房子的另一個論點 就跟我們說 現在港股買入了這個直播權之後 會阻礙到廣播市場的發展 但我方常說的是 原來如果現在的市場 是運作得健康是正常的話 政府根本就不需要他折落他的發展 也不需要他介入他的鏡頭當中 但現在的市場正正就是出現了 惡性競爭 令到鏡頭的價格開始飆升的時候 變相一個的世界 所以我方見到的是 由於市民就要給更多的錢 才可以看到 所以我方見到的是 原來 於是有房子就去問我方法 為甚麼會構成一個 我性競爭的出現 我方見到的是 原來因為既然電視台 扣有直播權的時候 它是今屆已經越來越高 而比起以往的2002年的時候 原來今屆已經是需要用了7倍的價錢 用到4億元的時候才可以買到這個直播權 所以 而這個電視台的廣告費 一本就不能夠去填補一些有收容減的市價 2010年的時候 有時電視足足為這樣 虧了4000萬 為了補助自己的利益 電視台唯有提升自己的觀看 提升自己的觀看價格 經濟能力不好的市民 他們買不起就看不到 經濟能力不好的市民 就避免去買一些很貴價的觀看套餐 於是有房子就說 為甚麼現在市民去到 知道這個價錢金貴的時候 而依然去選擇去購買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能選擇 不能去選擇其他的購買的方案 所以就算給電視台晚天開價 他們都不能選擇 避免去這樣做 最終只會慢慢推商 而我方見到的是 另外一件事的 香港的體育發展 一直都被客家去忽視的時候 在座各位其實大家 知不知道 這個樣子 香港體育世界杯 外圍賽對手是甚麼呢 知不知道 除了鐵桶輝之外 還有甚麼是香港 投行的一些運動員 或者其他運動員 在座各位都未必很清楚的時候 正正就需要 方便遲留一個運動 去用世界杯打響頭盒 令到方便大家去接觸這個體育資訊 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例如惡性競爭 我方公辨問了有方 四億為什麼就是高 有方是說不出的 為什麼呢?有方都一直說四億四億 為什麼高呢?有方都沒有解讀過 有方是否真的清楚知道 什麼是惡性競爭呢? 就像有方所說 我價格很高 我兩間電視台更加集合 就是一個惡性競爭 我方看到今天惡性競爭 說的是不計成本 不說失禮的惡性地 降價爭奪市場 世界各有方都知道的 用的平均模式去架高借得 那麼何來惡性競爭呢? 我方多次強調 世界各有競爭的選擇 出價的高低是他們的商業決定 這一點有方都無謂置疑 究竟有商業 他們的商業決定 決定出價高低有什麼問題? 你見到在有方眼中 政府要取代了整個市場 連競爭都沒有了 由政府一家獨大 這種才叫合理呢? 再者我們再看看 有方今天 世界會做什麼呢? 原來有方說是 推廣體育 有方主便跟有方說 要推廣體育 但公辯就退了 承認了 原來買入了直播權之後 是無法直接推廣體育的 但現在有方說 一味要推廣體育 問有方 在世界會真正做到什麼呢? 有方答不出 你只是跟有方說 你所有的頻道在打響著我的頭髮 但有方問你 打響著頭髮 四年打響著一次頭髮 四年的槍頭到世界 這就是有方說的頭髮 更同 是否成立了一個頻道 就一定有人看 有方你是一個直線邏輯 為何我今天成立了頻道 就一定有人看 好像有方說 翡翠堂 體育世界都有過 現在體育世界都是沒有人看的 為何有方論證 有了一個頻道 就一定有人看呢? 有方說到體育世界最起碼是一種體育發展 有方說到體育世界最起碼是一種體育發展 有方說到 即使現在有嚴肅的直播賽事 本地賽事評分入場人數 都是維持在一千人左右 是沒有分別 有方請你清楚論證 為何直播為魚派的賽事 觀眾人數就好像有方說那樣會急升 會好像有方說有多少觀眾的注意呢? 有方的方案就是 舉出要看體育頻道播 有方看你清不清楚 有方說到港台的角色是甚麼呢? 今天港台主要製作公共事務 教育、藝術節目 我方問一下你 直播這個世界會符合到 港台哪一個的定位呢? 再者無論是在港台過 還是電視過過 都是違反市民競爭 都是違反競爭的現況 我方問過有方是否反 在市政府都要買直播權 有方含無其辭 只是說有惡性競爭 就要買 就要加入 有方見到現在的市場現況是甚麼呢? 世界會符合性競爭 那政府為甚麼要買? 有方這種公園是否無理呢? 多謝各位 謝謝 主席、評判者、各位大家好 剛才港台會問我們 為甚麼寫這個數字就叫做高 我方現在告訴你 為甚麼今天港台的 6、4億是這麼高的價錢呢? 因為我們看到 2002年的日韓世界杯 有時只需要用6200萬就買得到 2014即是上一屆的西巴西世界杯 無限用3億已經買到 但今年去到 2018年的俄羅斯世界杯 當時用到4億才能夠買到 價錢是由2002年去到今年 終於升到7倍的時候 那為甚麼能夠跟我們說 這個市值價錢不是高呢? 如果7倍都升得不調高的時候 想買我方說 究竟多少才調高呢? 其次 有方有人最擔心的 就是個性競爭的問題 有方覺得這個直播 這個市場和一個個性競爭 很簡單的一個類比 今天說到一個樓市上面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都在炒樓 你不知這個樓價很不合理地表現 於是政府做的是甚麼呢? 它推出雙藍招 它為整個臨市的過溫 其實這個雙藍招 現代來說 其實都是為了大眾利益 去干預整個的樓市市場的一個手段的時候 所以當我們跟這個類比見得到 如果有惡性競爭出現的時候 大眾利益受損的時候 政府是應該要去干預 所以因此今天回來直播權這個市場的時候 同樣地我們今天看到很多私人市場 很希望可以爭取到這個直播權的時候 他們就會相互競爭 希望用最高價可以賣到這個直播權 然後就可以去進行直播 從而將整個成本轉嫁到市民身上的時候 當大眾利益受損的時候 為甚麼政府就不可以像樓市一樣 一樣去干預市場 去令到整個直播權的市場 可以解決得到和保障到大眾利益 好了 然後有方堂一副方常來講 關於體育朋友的時候 有方堂一副終於回答我們體育頻道的問題 但有方堂的質疑是甚麼呢 如果四人才扮一次世界杯 成效會很小 其實今天我方覺得 有什麼都承認了世界杯是有它的成效的 只是說成效小 但我們今天在說世界杯 它只是一個起跑點 它只是一個整個新的體育頻道的起跑點 但我們今天在說整個體育頻道 怎麼可以長遠發展下去呢 我們原來只是靠世界杯更簡單 我們要長遠發展 我們還要繼續在這個新的體育頻道裡面 加各項的陪套 譬如政府提供更多的資源 去引入更多元化的體育節目 去請更多質素的評述員 去維持整個體育頻道的關注度 但今天我懷疑關注到根本不是世界杯 這個角色所在的時候 有方堂強行要求世界杯 一出現了一直播完之後 整個體育就可以發展到的時候 有方堂根本不能要求過高 想問有方堂 想問有方堂 在體育頻道持續 去播放一個體育資訊的時候 是否比本身 如果現在是每一個 免快體育頻道的時候 來更加能夠去推動 整個體育發展呢 還回歸有方堂今天的訓點 有方堂跟你說 風土運用不當 有方方面我們 甚麼是用得結索 甚麼是物有所值 那我根本無法回應 回答不到 今天講的是值得世界 關於不是真的看世界杯 這麼簡單 我們講的是體育發展的時候 為甚麼體育發展用錢 有方堂根本不是用得結索 各位 textured著被轉突出給一下 有方堂根本不是用的 有方其實今天上賣世界規則是因為電視台之間有惡性競爭 導致費用會轉嫁給市民 為何在有方眼中凡是競爭就是惡性呢? 有方義父的衡量準則很奇怪 他覺得3億就可以接受,但4億就貴 有方同學,我想問你的衡量準則是否在3億至4億之間呢? 請有方的一個數值 再者,有方如果真的見到電視台以高價拘留直播權 市民要負擔高價的話 其實當中必定有他的商業考慮 如果定價真的像你說的那麼貴的話 訂購市民就會少,市場收益就會低 電視台是否真的會定客 因為連普通市民都不能負擔的費用呢? 其實有方今天說到干預市場 他將這件事合理化,他用樓市作出這個比喻 有方說到有商辣椒 這就是政府一個適度干預的手法 但我們現在看到樓市是甚麼?樓市持續升溫 有方就算今天真的政府干預了 買了這個世界杯 究竟市民是否真的能夠因為這個政策 而體育得而推廣呢? 第二個就可以順利地落到有方的第二個時間 有方就說有體育頻道 有方說世界杯是世界級的勝利 可以打響頭炮 因為政府現在不重視 但我想問有方這個頻道的細節是甚麼呢? 他是收費的還是免費的? 他是公營的還是私營的呢? 如果是公營的話,其實是否政府操縱市場呢? 如果是私營的話,是否要公帑去補貼私營的電視台 他們去謀利呢? 有方請你給出一個清楚的答案 再者,今天是否有非同迷 他們真的去看球 就代表體育得以推廣呢? 好啦,就算這幫非同迷 明晚真的看完法國大陸 黑羅電壓之後 起床之後又有多少人真正會有衝勁 有熱情,立刻落場踢球呢? 其實有方在公建的時候已經承認 這件事是非即時 我們不會即時見到效用 但效用甚麼時候見到呢? 有方要發展體育 都要發展遠景和長遠策略 但是我們看到有方的人一一欠奉 究竟有方執意要買入直播團 要用政府的錢 究竟對推廣足球效用有多大呢? 有方十分傳言 有方第三個字眼,就是有方主片所說的壟斷 其實有方全場他們覺得私營電視台 現在正在壟斷直播權 但是壟斷的定義是甚麼? 我看到壟斷就是要妨礙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 但是今天這個情況下 政府不是正正在做這個角色 政府說他們有優先權 他們可以妨礙其他私營的競爭者進入市場 我們現在看到現況是甚麼? 現況就是每一個私營電視台 他們都可以有這個空間去競爭 但是當在政府的介入底下 其實他們就沒有這個權 因為政府大殺,政府就有優先權 政府就可以在競爭之下 他們可以順利地得到他們的競投權 抹殺了廣課行業的競爭 更加是厄殺了廣課業的發展 為甚麼是有利的呢?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反方議付懷疑時間為三分之四 先知事件上課分 現在進入市場上懷疑 上方位有三分之四 下方某方塊有三分之四 下方某方塊有三分之四 正在行為四 正在行為四 就算是有風良 在這個地方 介紹每日的舒服 另一方便 正在行為四 下方便利用一分之四 正在行為四 下方便利用三分之四 下方便利用三分之四 如果好的話 自由見二分之四 下方便利用三分之四 正在行為四 下方便利用三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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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和我再問到體育頻道的問題 我要重複二副當時的問題 有方這個頻道是公營私營是免費還是收費的呢 說了有方 我說了是公營甚至是全民免費 很久有方和光常的邏輯是 推動這個體育發展一定要是踢球系的 有方和我這個是有方今天所說的特異動發展 有方今天真的體育發展深澤成足球 你成不成功 不是呀 今天我方說的體育發展 只要多了市民能夠透過這個體育頻道 你自動多了這個體育的時候 已經是有些老體育發展 為甚麼老體育發展 因為要是多了人踢球才不呢 有方和我你可不可以論證 為甚麼又多了一個頻道就多了人踢球 有方和我當然敢說 是多了人踢球才叫做多了人關注 關注這個體育發展 再說一句是有方和我頻道 為甚麼這個頻道要多了 但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世界觀人能夠在這個頻道上做一個起跑點 所以有方和我都承認是能夠吸引的時候 是否可以做到先聲劣人呢 有方和我都是解答不到 我方現在多了一個頻道 就突然間真的會多了人踢 我方問有方 你承認政府現在是滿街的無可市場 多了人踢甚麼事 為甚麼多了一個頻道 就會多了人體育的事呢 因為世界觀人知道了一個頻道 他們想了解更多體育的資訊 所以想問回來的是 原來現時這個世界盃 是可以幫助這個體談發展的時候 是否可以重進到這個體育的資訊呢 我方說多了體育程度 是多了人看世界盃 還是多了人看體育性質 我剛剛聽到有方是多了人看其他體育性質 為甚麼有方說多了體育頻度 就是多了人看體育性質 有方說我們慢慢來先 首先有方說成不成多了一個體育頻度 市民在頭那裡的體育頻度 去吸收多點資訊先 有方說再問你一次 是否看了世界盃 就等於去看其他體育性質 但是今天每一個免費的電視頻道的時候 當市民沒有機會去接得到 得到的時候 為甚麼有方說多了體育發展 我再想反問有方說 有方說體育頻道 一個人體育頻度沒有全的影片 為甚麼中國 英國 台灣 他們都會有些免費的體育頻道 有方說不出為甚麼看完世界盃 還會看其他性質 有方跟我們說 但是有方說我想告訴你 現在體育世界 無線播的 免費的 大家都有看到 這些所謂的其他賽事 就是有方所說的 有方說可以看完世界盃 就可以看其他的賽事 究竟有方的這個頻道 最後是否都會像體育世界一樣 收視低而令到無線要裁感的節目 有方說也知道體育世界是被人裁減了 即是無線知道這個體育節目 已經不能夠被市民再看得到 那如果今天不成為一個免費的 一個體育頻道的話 市民又可以在哪裏看得到呢 我再想反問有方說一次 有方說可以解答 為甚麼其他朋友 又會有這些免費的體育頻道呢 實際上解答了有方的問題 有方說你自己都認 既然一個體育特律 你都未必有人有體育 為甚麼你有方理論證 為甚麼現在多了一個共同十八年間 沒有人知道 在世界這樣沒有人 再起外國例子 國際中心 香港說是因極實現 有方你舉個英國和香港有甚麼可比性 有方說英國和香港有甚麼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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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你請正義回答 大家同樣都是一個公用的所有頻道 再去分享我再次 最後一次是 有方說是否承認 是否有多了一個世界規 可以跟著這個頻道呢 有方說 有方說 今天全球一百多數個國家 都在收費電池國安體育的時候 有方說是否認為 我們要問一百多數個國家呢 我們的方說當然是希望 香港都可以建立一個聯繫的體育頻道 因為可以令到市民更多 可能聯繫頻道的事件 有方說不說 再解釋了 有方說是六點 有方說和你講法呢 公討還不能夠用得其所 想問有方說 怎樣才能用得其所呢 為甚麼推動體能行業又不能用得其所呢 我方說要講到用得其所 譬如我們是靠外例 但有方說完外例之後 英國和香港講的是甚麼呢 就是大家都買了世界盃 我方說一百九十個國家 其他一百九十個國家 他們都是付費看世界盃 他們都是有份買世界盃的 有方說有怎樣解決這些例子 是否英國的孤例 就要看一百九十個國家的例子 就一點都不用看 有方說英國是孤例 我們再說日本、韓國 他們公認電視台都有搞 有方說你覺得他們又做錯了呢 有方說我問你 你的例子是否孤例 你有沒有看一看 是否會數到數字呢 有我不會數到數字 有方三合一百五十個國家 誰有更多的 他也會想到 因為有方不同的一方 就具內局例子 我們講一句論點 有方可以解決 有方成績 這是干預市場 那我一百九十個國家 是否都有惡性競爭 需要證明到它干預市場 你可問我 我想問你一次 現在政府買世界盃的 是否干預市場 是否少了競爭 我看見是 他現在是說成績真 政府是有責任 他出來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自然就需要他 自然就需要他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用一公認的電視台去處理論證政績 那我學國主便 一人 要學外國理智債成績堡 這個法治成績後論證堡 今天就和我一般集中在惡性競爭裏面 但我看主面一、一副二 都說過 惡性競爭究竟如何 第二呢 現在是否惡性競爭呢 我都明顯到不是的時候 那我可問你一般成績 你明顯這個問題是現在的問題 好嗎 現在是原來的環節 將方便的一般 把麵包拿來 往一邊 拿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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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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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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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